今天为大家演示要如何处理因为土壤囤积水分而引起的化学问题 在马来西亚,如果你的多肉是种植在一个路氧的环境 并且没有使用颗粒图的话,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当雨水降临的时候,土壤很容易会囤积水分 当土壤一囤积水分在遇上这种闷热的环境条件下呢 很容易就会化水黑斧了 而且它化水黑斧的蔓延时间非常之快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一颗已经基本上整盆都化水了 这只用了短短的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把你的多肉收上天空了 基本上我们要如何处理这些多肉呢 只要你一发现到你的多肉有异状,你要马上给它来处理 要不然只要你稍微迟了几个小时,那个后果就会不堪设想 第一,我们先要来观察你的多肉到底是损害在什么情况呢 基本上你们看到我这一盆它已经是完全都已经化水了 可以看到土壤是非常潮湿的,因为昨天下了一场大雨 它基本上这些叶片都已经落完了,你先观察它 像这一盆,如果它的状态已经是非常不能了 就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已经是打包走人了 整壳都不能用了,因为它的叶子已经是基本上全树都脱离它的枝干上了 但是呢,这样子的情况,大家也不要太过于担心哦 它还是有重生的机会的哦 尤其是像我手上这一盆香奈娥呢 它再生能力是非常强的 就算它的这一个叶片旋速落完了呢 它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次升回这个芽点哦 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我这边有一个芽点哦 因为其实呢,在不久之前呢 它就已经是有落过一些叶子了哦 但是我们并没有给它做一个处理哦 因为土壤潮是囤积水分哦 但是呢,它落了叶子之后呢 也已经是重新的升回这个芽点了哦 所以呢,基本上呢 就算这一盆多肉呢 它的叶子全树落完了 我们都不会把它丢掉哦 我们会做一个处理 好,现在就为大家演示要如何处理哦 因为我手上这一盆多肉呢 它已经是叶片全树消耗了 所以我们要做事情呢 就直接把整棵这个植物的质干呢 抽出来哦,脱离这个泥土 让它晾干 像我手上前面这两棵一样哦 我给大家看看哦 我手上这两棵呢 其实你现在看它的状态呢 是非常之好的哦 OK 这一棵呢,是 粉红佳人哦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的状态非常之好哦 现在看起来罢了 其实呢,之前呢 它已经是全树化水了哦 其实它下面的这个部分呢 是有非常多叶片的哦 因为呢,也是一样的 这个土壤囤积水分 再加上这个环境湿热的 就会让它很快的就会化水哦 化水如果你不去处理呢 它就会演变成这个黑斧 烂根的问题哦 当我发现到它下面这一层叶片 已经是化水的时候呢 我就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的土壤去走哦 让它这样子裸根的情况下 晾置在一个通风处哦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停止落叶了 OK 大家如果你们发现到你们的多肉呢 是少量 但是以非常快速的情况呢 在化水呢 你们马上帮它脱土晾干就好了 就没有问题了 就不会再落叶了 但是呢 如果落叶的情况不是很严重呢 你们就直接把它整盆 拿去外面 阳光通风 足够的地方就可以了哦 但是如果你们很担心 而且你们发现到土壤又很潮湿的话呢 你们可以把这个植物呢 从这个盆里面抽出来哦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盆已经很漂亮的现在哦 OK 要怎么抽出来呢哦 你们可以用一些夹子的工具哦 抽你们这个泥土 抽在这个土壤底下 然后把它整盆抽出来哦 但是待会抽出来的时候 这个可能会落根哦 因为它已经是黑斧了 OK 你们可以像这样子抽出来 然后量制在一个通风的地方哦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再停止落叶了 但是当然了 如果你抽出来的量呢 阳光不够呢 还是不够通风呢 它还是会烂的哦 如果 所以说如果是严重的话呢 你们直接帮它脱土 直接帮它脱土哦 这才是最好的方法 OK 我先为你们演示这一盆哦 因为它已经落叶了 OK 就直接把它落出来了 因为基本上它已经是收工了 给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土壤呢 是非常的湿的 非常的湿哦 OK 这种你们可以直接帮它落土哦 帮它落土 然后晾干它 晾干之后呢 你们再重新种回这个颗粒土里面哦 所以记得哦 这个化水是很严重的哦 它可以在一至两天内呢 就直接帮你把你的多肉收掉了哦 可以看到这一盆植物是很健康的 但是因为土壤真的太过于潮湿了 所以让它化水了 OK 这些比较健康的叶子呢 你们还是可以扒下来叶夫的 OK 这三片呢 是比较健康的叶子哦 雅典还有在哦 OK 要怎么掰呢 你们可以这样子向左向右 向左向右的掰哦 OK 因为呢 像这种情况呢 我不掰它也 也不能够让你的多肉很美了 因为它已经落完了哦 而且呢 你们在要拿去叶夫的时候也要看哦 像这一种叶子呢 它已经损害了 就没有办法拿去叶夫哦 像这种已经化水的叶子 是无法在叶夫的哦 OK 尽量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健康的这一个叶子拿去叶夫哦 叶夫的话呢 你们可以直接用一个盘哦 一个透风的盘哦 最好是有洞口的 直接把它撒在上面 放在通风的地方就行了 待一个礼拜后 它会重新的发芽哦 重新的发芽 OK 叶夫呢 你们向左向右掰 向左向右掰哦 非常的简单 这些可以全部拿去叶夫 这些都可以拿去叶夫哦 像这个已经跨水了就没有用了可以丢掉了 OK 剩下这个枝干呢 要怎么处理呢 像这个呢 其实它是花剑 它的花剑来的哦 OK 像这种呢 其实可以拿来种的 它有两种 一种是带有这个花花的哦 花花叶的就没有用 如果是带有这个多肉叶型的是可以种的哦 基本上呢 这种我们会把它直接把它剪掉哦 你们可以用工具把它剪掉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可以减少它这个能量的消耗 OK 剩下这个枝干呢 你们可以拿去晾干它 晾干之后呢 重新种回土壤里面呢 很快的 它就会在这个芽点处重新爆出侧芽哦 像这样子的侧芽哦 这个已经是 大概是落叶一至两一个 一至两个星期左右哦 它的芽点已经蛮大了 这里有一颗 这里有一颗哦 这里有一颗哦 这个芽点呢 是大概是 五天左右的 它就可以爆出这样子的芽点了 大概一个星期多左右 它就会像那么大了 OK 豆瓣大小的 OK 这就是其中一个处理方法的 再来呢 像这一盆呢 OK 其实呢 它已经是严重到已经是 烂根了哦 OK 烂根了哦 这个是细材树 细材树也是非常容易黑服的哦 它只要囤积水分就很容易化水黑服 所以大家 在种植细材树的时候记得呢 尽量用颗粒图哦 然后 要保持土壤的干燥哦 OK 像这一种呢 这种情况就是黑服哦 根部的黑服哦 OK 你们可以稍微的用这个工具 酒精消毒 把这些黑服的部分剪去哦 因为如果你没有剪去的话呢 它这个黑服的部分会慢慢蔓延上去哦 这样子的话呢 你整个植物就会被消耗了 你们可以用工具呢 把它剪去 剪到直至这个白色的部分呢 就行了 再来呢 因为这个部分有受到细菌感染哦 所以我非常鼓励你们 可以用一些防菌的产品呢 你们可以在上面插抹一些多菌磷哦 然后放置在一个通风阳光散光的地方 给它晾干就行了 之后呢 可以用一个水培法让它快速发根 或者是用潮土上膨法让它发根 它就可以成性的继续生长了 OK 像这个也是了 它的这个底部已经是黑服了 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呢 它就会继续蔓延哦 如果你剪的话 如果你只是剪到这个部分呢 也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还是有细菌感染的部分呢 你们要剪呢 要剪到这个上面的部分 这个部分哦 剪了之后呢 看到它的里面是新鲜多质的 并没有黑点就可以了 OK 这样子呢拿去插抹多菌磷晾干 带它发根就可以种回土壤了 OK 这些也是哦 这些也是 OK 太过严重了 记得要直接帮它脱土哦 这样子才有机会救回它 可以看到哦 这些过严重全部都黑服了 黑服了 黑服 黑服 黑服的意思呢 就是因为这个土壤潮湿呢 而导致这个土壤跟根部的部分呢 有这个真菌的滋生 真菌的滋生 它就会侵蚀这个多肉的 这个滋干哦 导致它因为细菌感染 而坏死哦 OK 这些黑死的部分呢 你们都可以 跟它稍微做一个清理哦 像这样子 OK 清理干净 好 像这种太过严重的呢 基本上就没有救了哦 所以呢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个化水的问题哦 还有呢 不要每天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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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想着要把你的多肉去入养哦 如果你的控水做的不好呢 你的多肉很容易会化水死亡哦 就在一天的时间内哦 处理好的 这是处理好的一部分哦 OK 这也是处理好的 这个也是 这是最及时处理的 所以它很完整 这三可都一样 再来呢 像这一可呢 它也是 黑服了哦 大家可以看到哦 它的质干有些部分已经受到这个真菌干的影响哦 这样子的情况呢 你们可以稍微拿这个刀片呢 把它这一个部分 的这个皮哦 抹去哦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停止这个细菌的传播哦 如果你放置布里呢 它很快的就会传染的哦 你可以看到这里也是受到真菌感染的哦 OK 如果你们不处理呢 它很快就会把整个植物都蔓延了 OK 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实它下面的质干已经受到细菌感染了哦 如果你们感觉它继续蔓延了 你们要在这里砍一刀哦 这个部分来去丢掉哦 OK 像这一种呢 已经落了太多叶子的呢 你们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呢 你们可以观察它上面的部分还算是完整的 你们可以做的就是 你们可以把下面这些叶子 掰下来 掰下来拿去叶敷 掰下来拿去叶敷哦 直至这个地方 直至它完整性的地方哦 或者是如果你不要有你的这个质干上有疤痕呢 你们可以用这个刀呢 在这个叶片上这边剪一刀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自然消耗落叶哦 等它落完之后呢 它保留着上半部的部分呢 就会很漂亮了哦 就变成一个围殓庄了哦 OK 记得哦 土壤是不能够囤积水分的 土壤是不能够囤积水分的 OK 建议大家 用颗粒图哦 用颗粒图哦 颗粒图跟泥碳图的比例呢 大概是 60%的颗粒图 40%的泥碳图哦 因人而异 跟看你的是老壮呢 还是小年的多肉哦 如果要控养的话呢 用多一点颗粒 如果要它快速的生长呢 用多一点这个泥碳图哦 OK 今天呢 我们这个关于多肉化学的演示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你喜爱我们的视频 你的点赞和分享 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